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虽然电力、土地和人才是维持台湾,在全球晶片供应链中的地位所需的关键要素,但确保足够的水资源是一项独特的挑战。 从2021年起,干旱一直导致台湾晶片制造业受干扰,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再次面临缺水问题。 以台积电为例,根据该公司的最新数据,其位于台湾南部科学园区的晶片设备每天消耗99000公吨水,且用水需求随着晶片生产技术逐渐先进而增长。 台湾严重依赖季节性降雨来填充水库,而气候变化使之变得不太可靠。 目前,台湾已经开始违线购用水做准备。 新兴晶片中心高雄以及台积电和联电工厂所在的台南三月采取了节水措施,包括减少夜间公共供水压力。 南部科学园区已要求供应商将用水量减少10%,高雄也将从三月底在其工业区效仿。 台积电表示,已在南部科学园区的设施中采取保护措施,包括减少用水量和回收更多废水。 台湾联合报3月下旬消息,台积电针对南科水情吃紧做出回应,称公司就不同的限水阶段备有应对计划,同时携手政府、私人单位就节水与开发水资源等范畴共同努力。 台积电针,应对减量供水承灯,台积电南科厂区已通过降低系统抬水损失,厂务系统用水减量,增加厂务废水回收,提升系统产水量等自主节水手段及再生水替代措施, 达成南科管理局用水总量管制目标,藉由台积电全面的营运持续管理政策及企业风险管理系统,不预期水情对营运有实质性影响。 台积电在可持续报告书中揭露,台积电是水资源管理,为企业气候变迁风险管理与天然灾害调试的重要一环。 为了遵循策略,已达成目标,台积电发展五项核心行动,落实水资源管理。 公司也从厂务系统用水减量,增加厂务废水回收,提升系统产水率,降低系统,排水损失四大节水方向,不断寻求节水机会。 台积电台南厂务处处长,近日代表台积电,参与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通水启用典礼致词时说, 台积电做到一滴水循环使用3.5次。 随着安平再生水厂的落成,将让台积电的用水效率更上一层楼,通过其每日一半公吨的再生水溢柱, 明年扩大至每日37000公吨供水量,大大的帮助台积电文件,达成2030年全公司用水60%替代率的目标。 其进一步说,台积电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对用水的水质近乎苛求,通过公司的支持,实际的采用, 希望能抛砖引玉,让各界看见再生水技术的成熟、稳定,并一起制止使用再生水,建立不受极端气候风险危害的稳定工业水源, 用水库高水位对抗极端气候风险,持续创造经济成长与可持续价值。 其他厂商方面,联谍表示,他在三月份被要求减少用水量之前的一月份,便启动了台南工厂的节水应急计划, 以确保生产不会受到干旱的影响。 群创称,他在2022年底看到台湾南部的水资源状况恶化时,投资了新的节水设备, 还在今年年初租用了行动水循环设备以应对干旱。 台大电表示,他从2015年开始加大节水力度,根据报告,去年其全球工厂节约了6000公吨水, 其中台湾为700公吨。 在水资源紧张以及自我优化的同时, 据日经亚洲报道,台积电日前已开始建设全球最尖端半导体2奈米晶片的新工厂。 全球半导体行业,尤其是最近三年,厂商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2020年春天,大流行在全球蔓延之际,台积电推动当时最先进的5奈米晶片量产, 引发业界沸腾。 另一方面,韩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也涉足5奈米晶片, 但日本供应商高管当时透露, 其量品率没有提升,举步维艰。 美国的英特尔更是远远落在后面, 产业从此进入台积电顶点时代。 到2022年底,台积电将成功量产3奈米晶片, 成为进一步领先5奈米晶片的最前沿产品。 趁着这个势头超越3奈米的超级半导体, 2奈米晶片厂建设已经启动, 这就是台积电的现状。 位于台北市西南60公里处, 可以说是台湾新藏地带的科技园区台湾戏谷。 如同围绕着台积电总部, 云集台湾内外的众多相关企业临次致笔。 在台积电总部后方的丘陵地带, 在相当于约12个东京巨蛋体育场的 约55万平方米的广阔面积内, 一座计划开始制造2奈米晶片的新厂房, 以悄然竣工。 相关供应商表示, 2奈米晶片工厂的投资额约为2兆日元。 台积电计划在这里建立4个这样的工厂。 对于台积电来说,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专案。 建设工作的进度相当紧凑, 因为该公司还计划在两年后的2025年 尽快开始量产。 在2奈米晶片领域, 除了传统半导体的技术进步缩小 电子线路的线宽外, 台积电又往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突破重大壁垒。 长期以来, 半导体的发展一直基于以奈米为单位, 缩小半导体基板晶圆上电子电路的线宽。 这是因为只要线宽更细, 就可以贴装更多电晶体等更重要的元器件。 通过提高开关速度, 可以提高半导体的效能。 然而, 自2020年, 5奈米晶片开始量产以来, 产业就面临困难。 这是因为过去10年使用的被称为, FINFET的半导体设计结构已经达到了极限。 如果试图进一步减小电子电路的线宽, 则经常会出现大量电流泄漏到不应流过的地方的现象。 为了防止这种电流泄漏, 各个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开发了一种名为奈米片NinoSheet的新型设计结构, 称为环绕炸机技术的GAA, 推广了很长时间。 台积电为此开发工作了大约15年。 美国的IBM、英特尔、韩国三星也一直在推动发展, 但对加工技术要求极其精细,量产难度极大。 三星在2022年部分引入了该技术, 但市场分析师认为来以投入生产。 2022年夏季成立的Rapodus公司, 日本未推进尖端的2奈米晶片国产化, 也从IBM获得了技术, 力争实现量产,但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 台积电2奈米与其目前最先进的3奈米晶片相比, 晶片效能提升了10%至15%, 功耗可降低25%至30%, 并可延长智慧型手机等的待机时间。 2奈米晶片的生产难度特别高, 这对晶片行业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如果台积电成功实现量产, 台积电占据全球尖端晶片市场90%以上份额的垄断地位, 或将进一步巩固。 2022年8月,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在总部所在地新竹举行的技术说明会上, 面对在座的供应商管理层等, 对2奈米晶片的实用化显示出极大的自信, 其表示采用奈米片的2奈米晶片将成为最精密、最好的技术。 2023年1月,魏哲嘉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2奈米晶片的研发进展快于预期, 再次强调进展顺利。 以开工项目的进展也体现了这种信心。 然而目前,半导体市场受经济放缓影响。 2022年夏季开始面临需求下滑, 尤其是个人电脑及智慧型手机所用晶片需求不振, 连台积电工厂开工率已经下降。 尽管如此,台积电今年预计在设备上的投资高达360亿美元, 直接关系到竞争力的尖端领域对台湾的投资步伐并未放缓。 仅次于新竹的台积电第二大基地所在的南部台南市, 已于2022年底开始量产的, 5家3奈米晶片工厂的生产也在快速推进。 尽管2022年夏季以来, 半导体市场大幅下滑, 但台积电并未放缓投资步伐。 在台海局势备受关注的背景下, 全球最尖端半导体仍然在台湾进一步集中。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